讲点不一样的 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 讲点地上没有的 讲点看得见摸不着的 Rex继续给你讲述星星的那些事 咱们前面讲的巨蟹座和狮子座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啊 这两个星座从星座故事上来讲其实都是配角 那主角是谁呢 对吧 这俩一个螃蟹一个狮子 他们都是为了成就另外一个希腊神话里边最著名的人物的英明 是谁呢 就是赫拉克勒斯 这个人物也在天上 也在天上作为了一个星座存在 但他并不是黄道十二星座 但是因为他太著名了 所以我们要专门来讲一讲他的故事 而且他的故事非常的多 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可能一起讲不完啊 我们今天先开个头 赫拉克勒斯 星座也叫赫克勒斯 那希腊语的那个发音是赫拉克勒斯 等到他罗马神话里面的时候就给他换了个名字 就成了赫克勒斯 其实就改了几个字母 然后到天上之后也叫赫克勒斯 但我们中文的翻译叫他五仙座 你要在天上能看到这个星座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星座嘛 我们都是把那些星星临近的连接起来 想象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形象 那五仙座嘛 我们就是想象他就是赫拉克勒斯 穿起来像一个人 对吧 但是你看到赫拉克勒斯这个形象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人是倒着的 头朝下 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那么赫拉克勒斯 我们还是按照他希腊的名字 然后中文的这个译名来称呼他 你们有没有发现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 咱们前边的有一期节目里边 都提到过这一点 赫拉和赫拉克勒斯 这俩名字为什么那么像呢 尤其是头两个字 赫拉一共就俩字 赫拉克勒斯前俩字为什么就是赫拉呢 这仅仅是中文翻译的巧合 这事儿也见得多了 因为你不知道外文是什么字 然后翻译过来 在中文里面 巧了就这俩字 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地方还真不是 因为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 它的来源跟赫拉真的是有 都不是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问题了 这就是完完全全相关的一个关系 相关联到什么程度呢 赫拉克勒斯这个词其实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是赫拉 一层是荣耀 你从这个字面上意思 好像应该是说赫拉的荣耀那种感觉的 仿佛赫拉克勒斯是赫拉的战士一样 赫拉天后赫拉马 为女神而战 怎么怎么样 感觉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恰恰相反 你从后面它的故事 你就能够知道 它其实应该是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正因为在赫拉的迫害之下 而获得了他的荣耀 而建立工业 这么一个意思 它确实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确实就是赫拉给予的荣耀 给予光荣的人 另外一层意思 就因为受到赫拉的迫害 而建立工业的 这么一个人 赫拉闲得没事干 破坏他干嘛 他跟他有仇吗 对 真的是有仇 这个仇不共戴天之仇 咱们其实这种仇 咱们前面的节目里面 就在咱们演讲兄弟里面讲过好多好多次了 就是因为赫拉克勒斯他的出身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呢 赫拉克勒斯虽然被称为大力神 但他其实本来不是神 他是半人半神 他是神和人的儿子 而且他是宙斯的儿子 如果你听过前面的演讲兄弟的话 就知道这是一个英雄的标准的剧本 就又是宙斯造的孽 宙斯跟凡间女子生下的儿子 那自然就遭到天后赫拉的嫉妒 这个事情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个剧本了 但是如果就是简简单单这样的一个剧本的话 那也成就不了赫拉克勒斯他的一个伟大的故事 赫拉克勒斯这个伟大 这个地位在希腊神话里面 地位是很高的 咱们前边虽然说那么多英雄 从普尔修斯开始 这个都是一些大英雄 到处建功利业怎么怎么样 但他们也是半人半神 他们主要还是人的属性多一些 他会死的 对吧 但是赫拉克勒斯他不一样 他虽然也是半人半生 但他获得了不死之身 至于怎么获得的咱们一会再说 按理说他应该是不会死的 但是他后来还是死了 这个故事咱们后面慢慢讲 而且在整个希腊神话当中 他的地位他是最牛的一个英雄 而且能够最后跻身到了神的行列 就是从半人半神的出身 最后位列先班 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位列先班了 对吧 这就当神仙了 正正经经的神仙 这种待遇的半人半神 在古希腊神话里边只有两个 一个是他 另外一个是九神迪奥尼索斯 他的故事我们回头再讲 那是另外一段更有意思的故事 那么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他的出身和他后面的传奇经历 在所有这些古希腊的大英雄当中 是空前绝后的 而且他就是一个古希腊英雄的样板 所以咱们这期题目为什么说是大英雄的价值观呢 就是他却是代表了古希腊英雄的一个价值观 包括他的前辈像普尔休斯这样的 包括他的后辈 他的同辈像特休斯这样的 还有后辈上阿卡琉斯这样的 大英雄建功立业 甚至到那些到了马歇顿亚历山大大地的时候 都是对他非常的崇拜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标杆 他是要不我们中文翻译成五仙座呢 那就是五人当中的成了仙的了 对吧 好吧 咱们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然后咱们开始正式讲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首先讲他的出身 咱们前面说了 他是宙斯的儿子 宙斯和凡贱女子的儿子 这个凡贱女子是谁呢 是普尔休斯的孙女 咱们前面讲鹰仙座 普尔休斯就是鹰仙座的上了天上之后 普尔休斯本身是宙斯和凡贱女子的儿子 那么这个赫拉克勒斯 又等于说是宙斯的儿子的孙女的儿子 你说这个贝儿该怎么算吧 这个乱伦不乱伦 这事咱就也就不提他了 这都习惯了 但在宙斯身上这都不叫事 那么他跟凡贱女子 这是普尔休斯的孙女 叫什么名字呢 阿尔克莫涅 这个名字好长 就爱知道不知道 反正就是普尔休斯的孙女 那么这个孙女 他是嫁给了一个国王 肯定也是国王 他们都是贵族 咱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国王是谁呢 好吧 咱就不说名字了吧 但是我要提一句 他也是普尔休斯的孙子 等于说普尔休斯的孙子和普尔休斯的孙女结婚了 这里边没出五佛呢 能结吗 你甭问这种问题 我也不知道 在他们看来就很正常 等于说 他妈生赫拉克勒斯的时候 他有一偏一爹 你记住有这么一个人就完了 好吧 那个时候他们住在特拜城 特拜城很有名了 对吧 特拜的故事发生了很多很多 然后赫拉克勒斯就要出生了 他出生的时候 他妈就已经知道 说他肯定是不容易赫拉的 知道赫拉 就是宙斯的正妻 非常非常的嫉妒 他相当于是赫拉的情敌 可赫拉是天神 他是凡人 凡净女子 凡人能斗得过天神吗 所以赫拉克勒斯他妈 当把他赫拉克勒斯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就是把他遗弃了 把他抛弃在了田野 就是放在那里 就让他自生自灭了 那个地方到后来 还以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来命名 叫赫拉克勒斯的田野 如果不是有一个神奇的事情 神奇的缘分发生的话 赫拉克勒斯刚生下来 在那就死了 但是当然了 他是天神 那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他们在那个地方 赫拉克勒斯有一个神奇的经历 就是他遇到了神 谁呢 两个女神 美丽的女神雅典娜 和美丽的女神赫拉 巧不巧 好巧不巧 就他们两个走过来 在大陆边上看到 哇 这里面有一个孩子 这孩子好好啊 雅典娜看到这个孩子 说觉得真的长得太美了 这个太可爱了 这个反正总之是 他后边这个缘分是无穷无尽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吸引 这个女神的目光 所以雅典娜说 这孩子好好啊 好可怜啊 就跟他同伴 那就是天后赫拉说 我们救救他吧 那怎么救啊 那要救你救 那他快饿死了 你看看怎么喂养一下他 那就给他喂点奶吧 用你神圣的奶 这是天神的奶不一般吗 你看看能不能喂养他 这赫拉也觉得这个孩子很棒啊 很好啊 母性被调动起来了 于是就给这个孩子哺乳 结果这个赫拉克勒斯 小小年纪有一股蛮劲啊 这个一咬到这个奶头 因为饿极了嘛 就开始贪婪的瞬息啊 一直把赫拉的这个乳头 就给咬疼了 然后赫拉就吃痛嘛 然后就把他扔到地上去了 就不要再喂他了 这地方有一个典故啊 就是从他乳房当中 建出来的这个汁 汁汁啊 后来就形成了 一个乳制禄啊 Milky way 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银河啊 之前有一个段子啊 也不是段子了 就是一个真事啊 说翻译说银河 有人写文章说银河在西方 被称为牛奶路啊 叫Milky way 这事就 我记得看一篇文章 在说这事 说这怎么算的 这怎么计较的这事啊 人家是叫Milky way 但是你望门生意 直接翻译成牛奶路 就不对了吧 谁告诉你 Milky一定是牛奶呢 事实上它不是 事实上的典故是 赫拉 被赫拉克勒斯 咬痛了那个乳房 流出来的乳汁 形成了这个银河 所以它是奶路不假 但它不是牛奶路啊 这个赫拉不是牛啊 所以你看天神 这一举一动啊 都影响到天上的这个星辰变化 而且银河 这可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啊 在天上还是很显眼的 那么赫拉克勒斯 你别小看他吃了这几口奶啊 吃了这几口奶之后 就足以让他变得与众不同了 他就开始变得力大无穷 一个人顶几十个人的力气啊 而且他拥有了不死之身 他开始变得不朽了 但是就吃了这几口 那小孩也长不大 对不对 那鸭姐那依然是可怜他 就把他又抱起来 但他自己是天神 他又不能直接去抚养这个孩子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找人带养 那他就走到了附近的城里面 那附近的城就是特败城 然后就找到了 这孩子们神 你找的时候 也不能找一普通老百姓 去交给他养 那也得找给当地的贵族 当地的贵族 就是当地的王族 那交给谁呢 交给王后来养 王后是谁呀 王后就是阿尔特摩尼 那阿尔特摩尼一看 这不就是我孩子吗 太高兴了 这神交给我来抚养 这就是我的孩子 那太好了 所以就高高兴兴的 就把他养起来 等于说 阿克拉格勒斯他的母亲 为了惧怕他的情敌 来害他的孩子 然后把他的孩子抛弃了 结果又被他的情敌 给喂养了一下 然后还抱回了自己的宫殿 然后他又可以养起来了 就是这么传奇 但是天后赫拉又不傻 对吧 你能蒙骗他一时 你可蒙骗不了他一时 事后很快的就反应过来 说我放过了这么一次 这么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 那不行 我得补过来 所以他就派了两条毒蛇过来 想要咬死赫拉格勒斯 这个看护他的这个女婆也发现了 他的乳母也发现了 他爸就是那便宜爹 还有他妈也都发现了 但是干着急没办法 看那个蛇 就去咬赫拉格勒斯 这个大家都觉得 这事这回可完了 可是赫拉格勒斯是谁 他可不是一般的小朋友 他看到 这来了两个小软长虫 过来挺好玩的 就把两条蛇给抓起来 而且把他给捏死了 就是说他在强保当中的时候 就干了这么一件 吓死人的事 把两条腰摇死他的毒蛇 赫拉派来都给捏死了 那这回可炸了窝了 大家一看 这个话都不会说的 小孩路都不会走 就已经把蛇给捏死了 将来那肯定是不可限量 他这便宜爹也非常高兴 他不觉得这事是 神给他戴绿帽子 他觉得这是神赐给他的礼物 一种赠礼 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他感到很欣慰 到处去找预言家 说将来这个小朋友 那个前途不可限量 将来他杀死多少多少小动物 大动物 各种各样的 其实就是怪物 与民除害 然后还跟巨人斗争 将来经历过人间的 多少多少苦难 最后能够享有神的待遇 获得永生 并且可以跟青春女神 永远年轻的青春女神 赫薄结婚 前途真的是一片光明 于是他这个便宜爹 那就好好培养他 将来成长起来的时候 就给他进行了最好的教育 这是完全是按照一个 古希腊的这种英雄来培养的 便宜爹亲自叫他驾战车 咱们说那时候人骑马 其实骑的不太溜 因为没有马蹬 所以说就是驾战车 马拉的战车 中国春秋的时候 不也用马拉战车 战车几百胜多少胜 所以这是必备的技能 然后找师傅来教他 怎么张弓射箭 再找师傅来教他 怎么打仗 拳击 然后再找他找师傅来 这师傅找的这回 咱们之前讲过 就是双子座 双子座不俩吗 玻璃丢个色和卡斯托尔 就找的卡斯托尔 教他穿上盔甲 怎么去全服武装去作战 这个是双子座 跟这有交集了 然后还找了阿波罗的儿子 来教他唱歌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 那时候的贵族教育 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克拉克勒斯 他不是一个莽夫的形象 这东西他都学过 他可不是济安 张嘴就完 他人家正经学过唱歌 而且是阿波罗的儿子教他的 不光叫他唱歌 还叫他弹琴 就是古希腊那时候弹竖琴 我们看到什么 圣诺兴行史之类的里边 看出现的琴 都是这种竖琴 就这个竖琴 这老师可不一般 这老师可是教他特别特别严 年轻人 但克拉克勒斯 就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别扭 这个老师要求他严了 有一天的时候 他就开始打这个孩子 结果这孩子一看 这不对 抓起竖琴 帮击地像砸到老先生脑袋上 你想他多大劲 然后老先生马上就死了 这个事他做完了之后 他也很后悔 然后他被审判传到当地的法庭上 说这怎么怎么着 但是后来法官并没有判他怎么怎么样 法官是拉他曼提斯 这人咱先搁这 后边还有他的故事 然后就说你这没有罪 因为你是属于正当防卫 你正当防卫 这个不用判死刑 而且还专门为他修改了法律 就是写上这条 正当防卫 罪不知死 不用判死刑 这应该是正当的 这个说理是没问题 但是怎么那么像一方二代 然后失手打伤人命 然后就专门还为他改协了法律 这事好像就不太对劲 那他们也是这个感觉 所以说虽然说判他无罪了 但是他的便宜店 还是把他送到乡下去 说你到乡下去放牛去吧 在乡下去成长吧 别在城里边给我丢人现眼了 别再给我惹事了 所以赫拉克勒斯就在这个村里边放牛 在这村里边成长 但是这越是艰苦的环境里边 越能够强健其体魄 所以赫拉克勒斯慢慢的长大了 人高马大 比所有的人都高 这个宙斯的儿子上一看 我的天 这身高一丈二 两眼上 这咱就不形容他了 反正总之是一个 一看就是一个大英雄 等于说他已经长成了 已经成了古希腊最漂亮 最强壮的人 他已经可以开始 用他的天赋为善 或者是作恶了 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就是他的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个地方 其实特别特别的一个典型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 我们成长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十字路口 说我开始长本事 我开始教育 受教育 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要干什么呢 赫拉克勒斯又面临这样的选择 就是他就 但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 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就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故事来讲 就是说他离开了那些牧童 离开了那些放羊放牛的那些人 就是大部队 然后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要去想一想 说他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 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两个女人过来了 这一看就是俩女神 这个女神A就是高大 美丽 高贵 彬彬有礼 穿着雪白的长袍 就这样 温文尔雅 端庄秀丽 然后另外一个女神B 这就是艳丽动人 这个也是皮肤雪白 上面擦了香粉 喷了香水 这个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迷人 然后这个女神A还没有说话的时候 女神B先说话了 说赫拉克勒斯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决定你生命当中 究竟要走什么的路 你选我吧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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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吧 如果你选我当朋友的话 我来引导你走的是一条最平坦 最舒适的路 没有你尝不到的快乐 没有你不能避免的不幸 你就一路顺风顺水 你不用参加任何的战争 不用有任何的艰难困苦 你不用费什么心思 你就享乐好了 享受丰盛的饮食 美酒 声色全马 及耳目视听之语 及身体肉感满足 在睡是睡在温柔箱里 然后享受这些 不用费任何的事 不用费任何的力气 如果你这个条件不具备 不具备没关系 所有的其他人的体力脑力劳动的果实 都是由你来享受的 对吧 然后你可以占有这一切的劳动果实 然后利用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 来满足你的享受 这个荷拉克斯一听 还有这事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女神B说 我的朋友管我叫幸福 我的敌人他侮辱我 说叫堕落的享受 但这个时候女神A就说话了 说你听我的吧 我知道你的父母 你的才能 你所有受的这些教育 你所有这些教育受完了之后 你就是为了去这样去享受的吗 如果你选择我给你指的路的话 你将成为一切的善良和伟大的事业当中 最最卓越的人物 你将获得的是你的荣耀 你的这个大家众人都敬仰你 但是我没有什么快乐可以给你 我会告诉你神灵 希望你这样的人类来做什么事情 你不经过艰难困苦 你不经过努力的话 神是不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你要想要神灵来帮助你的话 你必须要敬神 你如果想让你的朋友来帮助你的话 你必须要爱你的朋友 你必须帮助他们 如果你想让你那个全城 整个城市的人 都整个城邦都对你尊敬的话 你必须要为他们服务 如果你想让全希腊人都称赞你的美的 你就必须要成为全希腊人的恩人 你要为他们服务 如果你想要这种收获的话 你必须要去耕种 如果你想战斗得胜 你必须要胜利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战斗的技能 你要去战斗 你要去斗争 总之你想要获得那些荣耀 你想要获得那些成就的话 你必须流血流汗 必须强身健体 必须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享受 就是前边那个幸福 就来打断这个女神 就是这个美德 我过去叫他 说你看你想 你想获得这些美德 想获得这些荣耀 这些东西多费劲 艰难困苦 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难走的路 同样一条这么方便的路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不走 然后美德就跟那个幸福 所谓的幸福来说 你真是可怜的生物 你知道什么叫美好吗 你说那东西那些享受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真正的快乐不是你们这些东西 你不羁而食 不渴而饮 你知道什么叫做美味呢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匮乏 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做满足呢 你那种东西满足了之后 那种享受 你只能穷奢极欲 你只能追求刺激追求更刺激 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是一次一次更加的空虚 反而是你说你看像我这样的 如果我按我指的这条路来走的话 你将获得你周围朋友 你周围的这些所有人对你的一个信任 对你的支持 对你大家都敬仰你 都来夸奖你 那么你在活着的时候 你获得荣誉 在死的时候大家会纪念 你说这条路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那么所以他们说完这些话以后 这两个女神就消失了 但是赫拉科勒斯 他独自一个人 他就做好了他的决定 他要追求美德 当然这个故事一听就是预言似的 太直接了 太直白了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价值观层面的上的 一个直接的一个对话 直接的一个辩论 但是你从东可以看出来 希腊人的一个选择 他们崇尚的是这种英雄 他们推崇的是这种建功立业 赫拉科勒斯以前和赫拉科勒斯以后 被希腊人称为英雄的那些人 都是遵从的这个价值观 所以赫拉科勒斯这个人物 就非常非常的典型 而且这也是差不多唯一的一次 就那么直白的 就把这个价值观就这么抖露出来 在这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 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赫拉科勒斯 他自然决定要建功立要走这条 追求美德的这条路 那就开始吧 对吧 所以他就开始为民除害 首先他要干掉一头狮子 这个狮子还不是我们之前讲狮子座那头狮子 反正那个时候在南欧这地方是真的有狮子的 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就去干掉了一个老吃人 危害人的一个狮子 就把那狮子皮给剥下来 穿在身上 皮在身上 那个狮子脑袋 所以说有人说他身上这个皮 这身铠甲 狮子皮的这身铠甲 到底是这头狮子 还是后来我们狮子座里边说的那头狮子 这个存个疑 但是因为这时候就开始有狮子皮可以穿了 后来他又领导着他们这城邦的那些勇士们 就挫败了临近的城邦对他们城邦的欺压 临近的城邦要求他们进贡这儿进贡那儿 提的不合理要求 他们就反抗 反抗的过程当中 他们最终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的便宜跌可死了 然后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 城邦的特败的国王克瑞翁 为了报道他把女儿叫莫尼拉 嫁给了他为妻子 他妻子还给他生了三个儿子 记住这个事后面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他妈因为他的便宜跌死了 所以就再嫁 嫁给谁呢 就是嫁给的法官拉德曼提斯 就是之前说他正当防卫 把他放了法官 那么神也是非常喜欢半人半神的赫拉克勒斯 给了他许多的赠礼 比如说赫尔摩斯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爱马仕 众神的使者 给了他一把剑 阿波罗给了他的弓箭的剑 赫怀斯特斯给了他剑弧 黄金的 赫怀斯特斯是工匠之神 打造的东西都非常的精巧 雅典娜给了他一个青铜的盾 所以众神都非常的喜欢他 然后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 这也决定了他后面的一件事情 就是赫拉克勒斯参与了和巨人族的战斗 这巨人族是谁呢 就是一些泰坦巨人 就是蒂姆盖亚的他那一些儿子 其实就是上一代的 上上代的那些神 我们知道众神之王是宙斯 但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这回反抗的巨人族是天神乌拉诺斯 和蒂姆盖亚生的一堆怪物 然后他们就是说要反抗了 因为他们被压在最底层了 他提出来的他们两个牺牲者 一个就是普罗米修斯 被绑在高压索山上 然后一头鹰天天吃他的肝脏 就一直忍受这样的痛苦 因为他是不死之身 捉完了之后长出来 长出来接着再捉 然后还有像阿特拉斯 咱们几天也讲过背负苍天 一直在那背着沉重的整个的苍穹 也是一直在那受苦 说去把我们这些巨人们 都是我们的孩子 然后我们要推翻宙斯的统治 他们这些巨人族 就像那个波斯山 Olympus山上去进发的时候 那个宙斯也在纠结 他这些众神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儿子 他这一代的神灵 就是正当年的这些神 要阻止这个巨人族的 这样一个进攻 所以他们就调集了这些众神 但是有一个神谕说 这个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必须在这些众神当中 有一个凡人加入进来 才能最终真正的战胜巨人族 那么宙斯就把谁调来了 就是赫拉克勒斯 在赫拉克勒斯来之前 这些又是战神 又是太阳神 就是对这个巨人族 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别想杀死任何一个巨人族 但是当赫拉克勒斯一来 他一出现 这些人 这些巨人 就该死的就死了 所以赫拉克勒斯 是帮助这些天神 这些众神 一起打败了巨人族的 这样一个进攻 稳固了俄林波斯山 而他获得了怎样的一个荣耀呢 就是他被称为俄林波斯人 就是所有这些参与的 这次战役的人 都被宙斯称为俄林波斯人 而在这当中有两个凡人 就是宙斯所生的两个凡人的儿子 获得了光荣的称号 一个就是迪俄尼索斯 另外一个就是赫拉克勒斯 这个时候是赫拉克勒斯 早期的冒险的一个顶点 这个时候他的荣耀是如日中天 但是也是他厄运的开始 至于他遭受了怎样的厄运 还有他后面完成了怎样的伟业 咱们下一期继续来讲吧 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 欢迎来我的微信公众号 轩辕十四工作室来跟我交流 跟我留言来吐槽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